消费者协会展开熟食价格调查 发现约15%被调查的摊位 没有清楚标明食物的价格 而食物价格也普遍上涨 其中印度黄浆鸡饭涨价最多 消息在今年七八月间 针对五种常见熟食价格展开调查 它们是印度黄浆鸡饭 鸡饭 鱼丸面 杂菜饭和印度煎饼 消息发现 584个熟食摊当中 89个没有清楚标明食物价格 而杂菜饭汤位中更有一半没有标明价格 食客只有在付款时才知道食物价钱 消息因此预请商家标明价码 方便食客比较和选择 售房小贩也都支持 放价钱就比较好 但是人家看得到吗 对顾客公平一点 有一个价钱这样 不会说我们乱开价一个 有放价钱比较好 人家清楚地看到 也对来买东西的人比较公平 另外以最常见价格或高于最常见价格 售卖食物的摊贩有所增加 以印度黄浆饭为例 这类小贩增加到超过九成 而多数杂菜饭则维持在低于三元的最常见价 消息表示 小贩中心的食物价格不应昂贵 消息也将继续监督市场 急查摊贩是否有不良行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